夏日有關於夏立言訪錄啊 但是呢就有點被民進黨模仿 就是說這個吵不夠 那蔡英文不是說要恢復兩岸交流嗎 但是共產黨幫忙做變成副黨的燒焦 那蔡英文跟賴清的退居幕後是不是也不敢出面這件事 是我們還是強調 到底現在民進黨政府要不要公開向國人說明清楚 難道你們都不想要兩岸有任何的交流來往嗎 今年年初蔡英文總統不是還講過 兩岸要尋求和平對等的溝通談話的機制嗎 現在夏立言副主席代表是中國國民黨 但是更重要的他也是背負著2350萬人共同的心聲跟民意 並且和平平等尊嚴的做交流跟訪問的動作 我想任何人都不應該在這上面來做文章或是故意的抹紅 民進黨自己做不到還要怪在野黨不能做 我想這樣的雙重標準真的是太過 也太讓台灣人民覺得看清台灣人民的智慧了 那會不會覺得說其實現在啊 台商非常想要推入駱兵 但是這個12點直行鐵到現在都其實沒有下 尤其是我們對陸的這個貿易因素都非常的高 還有我們的訂單等等 訂單地址 但商人的這個生計恐怕影響之大 比這個工商業還要大 你怎麼看現在好像蔡英文國部開上去 確實啦我想已經兩年多三年的時間 現在我們所有國內的疫情也已經走向後疫情時代 之前我在交通委員會質詢 交通部王國財部長的時候也都一直強調 以專業考量來講 當然希望儘速的恢復交通往來以及觀光的機制 所以現在到底考量為何 難道是疫情指揮中心嗎 但是我們多久沒有聽到疫情指揮中心有任何的 不管是記者會或者是在做任何的一個限制了 現在口罩都要來放寬的同時 我們真的希望台灣要走出去 也要歡迎世界各國的觀光客走進來 就從恢復相關的航點航班以及跟世界交流開始 我們有自信我們可以讓自己的環境更好 我們也有自信可以用最好的一面來迎接所有觀光客以及商務人士 我想這一點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期待 我想問一下民進黨通過那個提案 以後要選的人都要簽那個論文聲明 但是好像上面就寫說 如果你是沒有登記 就是你出選那張表沒有登記的話 就不會有問題的話就不會被追究 那你覺得這是一個漏洞嗎 我覺得看起來民進黨好像 圓了一個謊要用100個謊來圓 所以一而再再還是在論文造假這件事情上面打轉 追根究底 要不要問一下這個源頭 林志堅 你們的黨員到底現在有沒有承認自己的論文是抄襲 其實沒有啊 所以解鈴還虛系鈴人 釜底抽薪之際 其實就是正式並且承認過去的錯誤 沒有承認跟正式過去的錯誤 所以全黨從上到下都在幫人家圓謊 而現在搞出一個不倫不類的學輪會的聲明 但是我們要問 這到底是真真正正能夠解套的辦法嗎 民進黨真的該面對自己的問題徹底的釐清 如果說沒有辦法面對自己的問題的話 恐怕國人會持續看不到民進黨改革的決心 但是現在民進黨又說要請他政黨給跟進他 訂出一個學輪 所以這不就很像是他們之前打假球的辦法嗎 就像是之前我們一而再再三強調 所謂的黑道路黨 所謂的黑金操弄政黨的部分 民進黨馬上提出了另外一個相關的法條 說是以後有相關黑道背景的人不能參選公職 但我們要說的是其實民進黨至始至終 你們的問題就不是參選公職啊 你們的問題是有黑道背景的人 當你們的黨部主委 有黑道背景的人當你們的國策顧問 這才是國人認為真正塑形不良的人 可能會影響到執政者的一個決策 民進黨還是奉勸一句 面對自己的問題 我想各政黨有各政黨的問題 但是你們身為執政黨 如果不面對自己的問題的話 恐怕沒有辦法向國人展現你們改革的決心 想問一下台銘他說還在等這個國民黨總統初選的辦法 那想問一下就是說會覺得有要拍一些特例嗎 那如果開的話 會不會有一些亂章就像2019 我想郭台銘先生他願意提出說要等國民黨的回應 代表他對於國民黨也有期待 我們現在全黨上下 共同要先面對3月4號的南投立委補選 立委補選完畢之後 我也誠摯的向黨中央建議 應該要找所有表態以及民調高的總統潛在候選人 共同坐下來面對面好好開一個會 共同討論一個可以大家信服口服 並且能夠不傷害彼此推出最強人選的機制 我們認為2024是關鍵重要的一戰 所有人從上到下 至少我們聽到非常多的基層民眾 面對面的鄉親 都給我們很大的焦慮以及很大的期待 所以誠摯的建議黨中央 3月4號之後 找任何潛在的人 民調高的人 共同坐下來 大家面對面的討論 我們可以總統提名的機制 這個絕對不是黨中央一個人 或是一些人說了算 而是應該把大家一起找來 共同協商出一個機制 大家能夠接受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機制 來產生出最強的組合 我想這才是大家的期待 他好像對我的問題 你覺得賴清德敢查蔡英文的論文嗎 他是不是試過想要寫歌 我想賴清德黨主席 既然你身為現在民進黨黨主席 就是要把過去的包袱最好的狀況 就是面對 如果不面對的話 我相信國人就看不到你改革的決心 所以無論是蔡英文總統的論文 無論是林志堅的論文 我們都希望現在的執政黨 黨主席能夠有個態度 有個說明 向國人交代清楚 感謝 謝謝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說 這一次突然前往中國的一個目的 我想我這一次是繼去年八月之後 第二次去大陸訪問 我的目的其實很單純 只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繼續關懷在 大陸的很多台商 台生 一些台灣同胞 因為他們的生活在過去幾年的確有一些困難 第二個就是我想這個表達 台灣很多中小企業 農漁民旅遊業 一些學校他們所面臨的困難 以及希望能夠解決 我想這是我們能夠去幫他們轉達 這是繼上一次之後第二度再去 第三個當然我們也知道 這個大陸上涉台的系統有改變了一些人事 我想我們去認識一下 大家互相了解 都是一件好事情 這個我這一次去其實就只有這三個單純目的 而過去一段時間因為疫情的關係 兩岸之間發生了很多的困難 那現在呢 似乎有一點春暖花開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去能夠增加互相的了解 增加對話 都是好事情 蔡總統在二號的時候 他跟台商見面 他也表達了希望能夠增加雙方很正面的一些互動交往 對談 那邱泰山邱主委他也表示過 這個對話總比對抗好 我想美國人也有這樣的表達 在世界各地啊 這個似乎對話是一個大的一個趨勢 一個一個氛圍 所以在這個氛圍之下 我們中國國民黨去大陸去了解當地的台灣生活 去傳達一些台灣中小企業一些基層民眾的一些心聲 這都是好事情 所以我們願意去這樣做 我也必須強調 我跟我上次講的一模一樣 就是我們是反對黨 我們不是執政黨 我們沒有授權 被授權 我們也沒有這個權利去談判 去諮商 我們唯一能做就去關心 去傳達一些訊息 希望能夠得到一些好的結果 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 所以對外面很多這個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出來的一些 政治上的一些話語 其實對我來講都不存在 我這一次去 我沒有任何政治的目的 我們去就是關懷民生 去這個對話 去溝通 如此而已 這個也不會為了任何某一個政治人物 去做任何一個政治上事物 都沒有這樣的計畫 非常單純 就去對話溝通 去關懷民生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的關心 我們隨時會透過我們文傳會的系統 把我們在大陸訪問的情況跟各位報告 謝謝 您說這一次從去年8月一直到今年這一次 這樣子兩次下來 其實時機點其實都還蠻敏感 尤其是兩岸關係其實蠻緊張的一個狀態之下 這個時候去是不是不去合 時機點我上次說過 對很多人來講永遠沒有適合的時機 這個要增加對話溝通也是世界各國大家的一致的看法 布林肯目前雖然取消 布林肯目前雖然取消 可是呢 台辦主任 至於其他的 我們一向的態度都是客水煮變 如果他們有安排 我們也不排斥 可外健美氣球的事情其實在國際上鬧得背背癢癢 這一次會不會跟中國大陸表達這一局 我想這是他跟美國人之間的事情 我想這一點跟我們其實關係並不大 我們只會表達台灣人民關心的事情 這可送到軍委會見王布林嗎 目前並不知道 他們也許在安排 可是我們到那邊去基本的立場就是客水煮變 他們願意安排我們就願意見 最近政壇一直在傳 包括上次金門立委跟金門縣長到中國去之後 就有一些政治紅利包括金九這些63項都解禁 那這一次我們去了之後 如果中國大陸那邊其實如果持續還有一些解禁的話 會不會解讀成說中國只給我們黨讓紅利這一塊 我想我們上一次去 其實我上次去跟中國大陸表達最強烈的一點 我說過我希望要增加航班航點 我希望我們的農林產品 農漁產品的外銷 中國大陸要設法來解決 過去這段時間我也很高興看到我們去訪問的成果 陸續的展現出來 我想只要對台灣的人民好 我想不分哪一個縣哪一個市 也不分黨派 只要對台灣的人民福祉有幫助 我們都樂意去溝通 會擔心被人家說成唱雙謊 我想我們跟 我自己個人的這個背景 我想各位也很清楚 我做外交官做了幾十年 我在陸委會在國防部工作 我們不會因為一次的握手 一次的這個就完全就被 所謂統戰過去 我想各位不必有這個疑慮 中台關係哪裡需要改變 哪裡 哪裡需要改變 什麼關係 對不起 中台關係 中台關係 兩岸關係 這個我想我們希望民生的問題 第一步要能夠解決 目前呢 這個過去因為疫情 因為兩岸互相沒有溝通 的確是對很多台商 在或者是台灣同胞到大陸去 甚至於大陸同胞到台灣來啊 有很多的不便 也有很多成本的增加 所以我們一直在一再的強調 希望能夠譬如說 在航班航點能夠增加 這樣的話大家會很便利 我上一次就提到了 整個華南地區有30萬 廣州地區30萬台商 沒有飛機飛 這個上海地區人更多 一個星期只有一班 這個對很多人造成的不便 跟政治毫無關係 完全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同胞 要回來探視他們的家庭 探視他們的親友 我覺得這點我們急需要解決 那我們也得到了很多的這個 這個資訊啊 知道譬如說我們在中南部的 這個養魚的這個漁民 養殖業的漁民 跟整個這個 他們這個所謂的一個鏈啊 以及其他的農民 他們都碰到很多的困難 那也希望我們能夠代為轉達 我想這一點我們一定會代為轉達 我們並沒有分 譬如說他是屏東的 就是因為是哪一個黨執政 我們有特別不同的待遇 完全沒有 我們希望從民生這部分 做第一步的能夠溝通 能夠幫台灣的這個人民解決問題 你們說這個是一直不但給國民黨政治的鴻利 甚至要讓國民黨有機會可以奪回2024的一個政權 我想我講的很清楚喔 我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替台灣人民爭取他們最高的福祉 這是我們唯一的目的 沒有別的政治上的考量 那關於說民進黨就對於說您這次出訪中國 好像是對中國朝共的這部分 為什麼他們在強調溝通對話的時候 只有他可以去就不是朝共 那今天我們去我講過很多次了 我個人的這個過去的這個背景 我們過去的工作的經驗 我們去大陸只是去處理 能夠希望能夠把這個台灣人民的心聲 能夠表達出來 能夠得到一個比較好的正面的一個解決 我想這個絕對不是所謂朝共 絕對不是這些 用這種無謂的政治語言 或者這種這種污蔑性的語言 來形容我們這個這次的訪問 完全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是自貶身價的 美國現在也提到上週有提到說 習近平下令2027年 要做好公開準備 請問這次就會向宋坑上面表達有關的關鍵嗎 我想各方面都有很多的估算 這個我們也聽過太多不同的年份 我們去主要的目的 只要台灣人關鍵的問題 我們在適當的時候都會向對方表達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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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往哪裡 對 他們都不見 後面 OK OK 謝謝 謝謝 OK 謝謝 謝謝